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猜到了没 他就是让乾隆皇帝也神魂颠倒的香香公主 哈哈 估计您更奇怪了 哎 那香香公主不是新疆人吗 咱们会跑到荡山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来呢 这难道也是一处争夺名人的闹剧 哎 这里错综复杂 扑说明 今天呢 咱们就慢慢说来 那是在2001年3月23日 安徽省荡山县的一个建设工地上 地基挖掘工作呢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可是啊 就在挖掘进行到三四米深的时候呢 工人们忽然就发现 土里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还没等大伙看个究竟呢 这个挖掘机的铁壁啊就被挡住了 哎 这什么东西呢 您肯定想不到 居然是一口厚重的棺材 都说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 这些工人他也不例外 他们极不可待的想知道棺材里面到底有什么 但是 奇怪的是 任凭他们七手八脚 绞尽脑汁 哎 棺材啊 愣是打不开 这下呢 工人们的好奇心呢更是高涨了 有一话怎么说呀 叫做咱们工人有力 哎 最后啊 他们干脆就用这个挖掘机的铁壁 生生撬开了棺杆 然而就在棺杆开启的那一刹那 现场所有的人都被惊呆了 里面是什么呢 金银珠宝 复活的僵尸 都不是 首先是一股奇异的香气扑面而来 紧接着呢 一位身着清代服装的美貌女子 出现在了大火的面前 她的长相很漂亮 当时打开关的时候 有好多这个建筑工人 第一眼看到是她的漂亮 就像睡着了一样 颜色比较鲜亮 和真的人的皮肤的颜色特别相似 她看着愿意可以跟她睡那一样 她头发好好的呀 跟我们的指头一样 她头发后白个一共那次刺激 哎 直到今天呢 目击者们回忆起当时的场面 那还是兴致勃勃呀 就像王妃传奇里面唱的那样 根据他们的描述 这个躺在棺木中的女子 身高在一米六五左右 身材修长 匀称 就是放在咱们金铁 哎 那也是标准的美女身材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不仅女士四肢的关节还能活动 而且她的皮肤呢 依然细腻而有弹性 没有一点腐烂或脱水的迹象 虽然失去血色 却白皙得如同刚刚入葬的时候一样 最让人们惊诧的是 她唇上的胭脂和精心蕴染的红指甲 居然也都保持着完好的色泽 哈 怎么样 够经验的吧 如果您还觉得不够立体 那咱们继续 这位呢 他就是著名的中国刑警学院 形式样貌复原专家赵承文教授 赵教授呢 不仅成功的为众多的疑难大案中的 无名头骨 进行了面向复原 对案件侦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呢 还为多位著名的历史人物 制作出了栩栩如生的复原画像 2006年12月 赵承文教授呢 应邀对荡山女师进行了相貌复原 我们拍这个照片的实际上是第一手资料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实时的视频上去做婚原 所以要根据这个照片 包括它正面呢 侧面呢 顶部啊 呃 所需要的吧 包括这 因为侧面我们主要是研究它这个鼻骨 呃和另外这个鼻形 呃高矮的情况 这个这些资料是必必不可少 接下来呢 赵教授又提取了尸体面部的五官比例特征 就这样 随着鼠标的移动 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子再一次鲜活的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她就应该是椭圆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挂着脸要比挂着脸要丰满的一个 就我们叫懒年型的很很标准的一个 然后这个 还原的我们主要二十五岁左右 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女人 哎 这也就是女子生前的真实模样 怎么样 她是不是一位美女呢 我相信 电视机前的您 看了这期节目 你回去啊 也得唱王妃的传奇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 哈哈 开个玩笑 不过呢 这样一位美貌的女子 没名没分的躺在荡山这么一个小县城 这事啊 你搁在今天那肯定也得惹争议 很快 人们就对女子的身份的产生了兴趣 那么 她是谁呢 她的死会不会和她的美貌有关呢 专家组呢 很快就对这个美貌女士进行了清理 然而 就在实际清理的过程中呢 人们却有了一个精神的发现 什么呢 原来在女士的颈簸上 居然有一个横向六厘米 纵向十厘米的伤口 不仅切开了女子喉部的甲状软骨和颈动脉 而且呢 深达气管 伤口边缘整齐显然是历刃走 显然 这是一个足以致命的伤口 究竟谁那么残忍 竟然忍心对这样一位美貌的女子下这么寒的毒手 在安徽荡山县城的工地上 工人们施工呢 却挖出了一个密封精良的棺材 打开一看 我的乖乖 居然是一具美貌无双 色泽鲜活 关节还能动弹的女尸 更让人震惊又百思不得起检的是 女尸的颈部 还有一个几厘米长的致命伤口 一时间 人们对女子的身份和死因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首先有人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而且呢 这种猜测在当地呢 那是广为流传 他们说呀 这个女尸 其实啊 她就是传说中的 相飞 说到相飞啊 我们当然是 她可是近年来影视作品中的一位红人啊 传说呢 她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一位维吾尔族的妃子 一位自幼体有其香 故被称为相飞 不过呢 相飞和荡山女尸 怎么看呢 也是风牛马不相及呀 那么 他们凭什么怀疑女尸就是相飞呢 到了宫廷里边说叫相飞 取名叫相飞 身上呢 有一股自然的这个蹄香 比较浓 就从这口棺材扒出来的时候呢 相飞 据说 当时呢 扒出来的时候 那种棺木 刚一打开的时候 那种香味突比 厂子打开馆材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老百姓都闻到香味了 大概基本民怨都能闻到这个香味 那个香味大家介绍呢 是品味的香味 而且这种香味呢 不是用其他香味可以形容出来的 那么一种香 一具埋藏了几百年的青代女尸 不但尸身不服 还能够散发出扑鼻齐香 这的确是令人称奇 而且 竟然他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人们的传说中啊 香飞 他原是新疆回族酋长 霍吉湛的王妃 回部叛乱 霍吉湛呢 被清廷诛杀 那么香飞呢 被清军生擒 送给了乾隆 但香飞呢 心怀伯伯家王 情愿一死之至 任凭乾隆 费尽心思 却始终不从 最后呢 被太后赐死 香飞死后啊 乾隆皇帝是悲伤不已啊 最后呢 以非礼将其官果呢 送往故乡安葬 可是 众所周知 如今呢 新疆喀什的香飞墓 只是一座空墓 其中并无香飞树 难道 这位传说中的美貌女子 她竟然被乾隆 偷偷葬在了小城邓山 很快 有人又提出了一个女尸 是香飞的物证 什么呢 因为那个尸体上面 她这个尾部的那个地方 现在尸体上还可以看到 有这么长 这么长的一个尾部 我们正常人是没有的 但是她有 但是传说中的香飞呢 她是有这么一个香囊 事实 果真如此 当我们翻开女尸的背部 诶 果然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难道 这真的会是香囊吗 由于皮肤 整个是相连的 这个地方还应该是 肛门的一些物质 具体的是什么组织 我们需要用做边理切片 来进行鉴定 就是说 您认为它是那个 单独长出来的 跟肛 肛门没关系的 单独长出来的 一个肉囊的可能性不大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是突出上面 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枪心 这个枪心来讲 从这外形上分析 这应该是肛门的位置 经过切片分析啊 专家发现 这个被大家传的神乎其神的香囊 其实啊 就是从肛门拖出来的直肠 而且呢 不光是荡山女士 就连当年的著名的长沙马王堆 女士 心追附人 哎 也发现了直肠脱出肛门的这个现象 那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专家指出 它是由这个尸体腹腔内的细菌繁殖后 产生的腐败气体造成的 这也是尸体埋葬后 短时间内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 哎 看到这啊 连红雨都不免有点小失望 香囊之说不可靠 那打开光盖就扑面而至的香味 又是打哪 来的呢 这个嘛 专家很快也给出了答案 同时呢 也解答了女士 为什么百年不服的原因 原来 秘密就在工人们怎么也打不开的 棺果里 是得摆木的 这个管是奶木的 这种木头都是很简硬 很内服 很明贵的木材 她内服饰 说她保存的时间长 她的管具相当好 这是一个死体保护的一个很多的一个方面 苏兆平认为 荡山女士下葬时呢 共有一冠两果 果与果之间 果与土壤之间呢 都有一种白色的填充物 形成了六层完整的封闭 除了独特的葬法和名贵的葬具外 荡山女士的关内还另有名堂 她管材地都 大概有管材控宴的 无分之一的面积的体积 都是重要的 这个党生团队盖打开的时候 从里面倒出来一堆元 那个老平党生国民兴隆 说有好多像粉丝条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那是等草 多仅如此 据当时目击者反映 女士官幕中呢 还有大量类似射箱 冰片 木箱等药物 显然 在女士下葬后 棺果完全密封 外界的氧气和水分呢 无法进入 使尸体完全封闭在一个 温湿恒定的小环境中 此时呢 它体内残留的细菌开始繁殖 产生的气体呢 使肠道不断膨胀 并将直肠粘膜 推出体外 然而很快 关内为数不多的氧气呢 就被细菌消耗殆尽 使它们无法再继续生长繁殖 那么与此同时 女士身下铺垫的大量中药材 释放出极具方向气息的同时 也具有防腐杀菌的功效 就这样 当最后一个细菌消亡之后 墓葬中的一切生命运动 都彻底停止了 这就是荡山女士相继扑鼻 和百年不符的原因 这样一来呢 关于荡山女士是乾隆相飞的说法 那是完全站不住脚 不过呢 这问题也就更复杂了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你想啊 一个普通的汉族女子 观果设计的为什么会如此精细呢 答案只有一个 身份 肯定不一般 哎 就在这迷雾重重的时候呢 女士身上的一个奇怪的特征 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什么呢 原来 虽然经过长时间的防腐保存 女士的胸部已经塌陷 但是 他的腹部却依然隆起 当时我们猜测呢 就觉得 这个 熊 熊墙 这有雷骨 应该能鼓起来 简单 实际情况呢 它是塌下去了 但是这个腹墙呢 应该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支撑 应该是塌下去的 但是呢 母强全是鼓起来了 恒大这个有个会议呢 就觉得 是不是里头会有一个坦儿 就说这个女士是不是有神韵 如果有一个坦儿 它有一个头颅在里面 它就可以把这个腹部给它 支撑起来 看样子 悬念再度升级了 您瞧 身穿衣品官服下葬 当地史料呢 却没有记载 三套棺果 密封保存尸体 现场呢 现场呢 却没有墓碑可寻 还有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致命伤口 难道围绕着它如此多的矛盾之处 如此多的难解之谜 全都是因为它的腹中 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这种猜测呢 与当地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 几乎不谋而合 当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 六下江南 六下江南在我们荡山有个盘龙籍 在那地方有他一个行宫 行宫呢 荡山的宪令 当他为了讨好这个乾隆皇帝呢 就给他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子 来陪他 这个说法呢 看样子比湘飞的说法靠谱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据史料记载啊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 曾经六次南巡 期间呢 多次来到徐州 那既然民间传说乾隆喜欢江南美女 既然他不止一次的来过徐州 而荡山当时呢 又归徐州管辖 那么当时会不会真的就有地方官员 为取悦容颜 而将一个美貌的荡山女子献给了皇上呢 那么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曾经被皇帝宠信过的女子 并身怀龙子 为何没有被接近宫中享受荣华富贵 反而付出胎儿神秘死去 并且颈部还带着一个致命的伤口 哎 这些疑问呢 当地的传说中 也给出了答案 这个消息呢 怎么不禁而走 怎么传到宫廷里边去了 宫廷里边 皇后知道了 她怀上隆隆了 那以后要是不是要围及到她的地位 所以这是一个传说 所以皇后呢 就派人秘密地把她杀死 把她杀害了 杀害了以后 皇帝后来知道以后 非常痛惜非常惋惜 就给她下令 秘密地给她厚葬 这个七晚的传说究竟是人们的杜撰 还是一段真实的往事 说实话 这一口话呢 无从考证 而女士是否真的怀孕 是否与什么神秘人物有关 只有她自己能够证明 你想解开这个命 是不是 那必须解构才能知道 结果讨论 专家组决定 马上为这个几百年前的女士 进行解剖 到底有没有胎儿 谜底即将接下来 我们看到这个尸体的盆枪里边 没有明显增大的子宫 由于抚摸脏器的连连关系 我们看不到明显的子宫 但是呢 我们看不到明显增大的子宫 这个不大可能是一句呢 怀孕三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 专家认为 女士没有任何生前怀孕的迹象 而且呢 通过进一步的探查 尸体的腹腔中 也没有发现其他异常增生的组织 那么 她腹部隆起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这个隆起应该还是女性的 正常的积住隆 女性的隆起 腰椎它向前突 那形成这个隆起 那由于尸体干燥 尸体脱水 然后藏管整个变薄 其他的组织呢 相对来讲变得相对少 这个地方的腰椎向前突的隆起 显得比较明显一点 造成了 误以为是整个腹部有什么东西造成了隆起 这也倒好理解 咱们今天考量身材的好坏 不是也讲这S型吗 感情 这美女活着的时候身材太好 死后几百年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误解 不过呢 这样一来啊 女尸身怀有孕的可能性被彻底排除了 说她因这个乾隆皇帝宠幸而怀孕被杀的传言也不攻自破了 那么她到底是谁呢 死因又是什么呢 也说到专家呢 否认了荡山女士是香飞的可能性 也否认了她怀有身孕的财存 但关于她真正的身份却更加的扑朔迷离 很可惜的是呢 据文物部门反映 在女士出土后呢 随葬品几乎就被轰抢一空了 只剩下身上的衣服呢 还依然保存完好 这也成了破解女士身份之谜的唯一线索 那么 仅凭身上的装束 专家能够找到答案 女士 头戴一顶丝制的黑色藏帽 上嵌一枚金丝碾成的帽花 贴身穿一套素白色的衫裤 上身穿只有龙凤图案的紧缎短耳 下罩裙 外套一件长衫 长衫的前胸和后背处呢 各逢有一块用金丝线绣成的麒麟脯子 不过呢 专家一看这个麒麟脯子呀 眼前顿时一亮 为什么呢 原来啊 补子呢 它是清代官服上区分不同官职的重要标志 文官绣飞禽 武将绣走兽 不同的品级 补子上所绣的图案呢 都有严格的区分 而绣有麒麟的补子呢 它正是清朝一品武官的标志 一个女子 怎么会穿着这武官的官服下葬 要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 女人是不允许做官的 更何况是高居一品的武官 这确实是让人百思不得起 为此呢 大伙呢 就来到了故宫博物院织绣文物组 这里呢 是专门研究清代皇家服饰的权威机构 果然是树叶有专攻啊 专家们一番细看 就根据服饰的特点 判定了女师死亡和埋葬的大致时间 他肯定不是清初的 也就是说顺治或者是康熙 康熙前妻不是这样子的 他还要偏后 从文样上来看呢 一个是他龙的装饰方法 他的龙发直立 另外就是海水 短短的那种如意云头 这都是雍正时期典型的装饰方法 按照这种说法呢 从1722年雍正继承皇位 到1735年驾崩 不过就是13年的时间 女师显然是在此期间 死亡埋葬了 照此计算 女师竟然已经被埋葬了 270年左右的时间 可是就在大后 为搞清了这个女士的年代 而兴奋不已的时候呢 专家们又有了一个 更加出人意料的发现 什么呢 他们认为 女士的服装压根就不是官服 而是传说中的 女人的霞佩 霞佩 说实话 这玩意儿咱听说过 可还真没见过 也就是这件从女士身上剪下的 没有袖子 底边皆有网状装饰的成装 那么 女士身上穿着霞佩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很快的专家就根据霞佩的图文指出 女士生前 她应该是一位告命夫人 那什么又是告命夫人呢 这个呢 我们倒知道一些 是指这个封建社会受过皇帝封号的妇女 通常是高级官员的母亲或妻子 像这喉咙梦里的甲母 王夫人都想有告命夫人的这个称号 奉官霞佩 她就是显示这一身份的正式装素 而根据女士身上的霞佩来判断呢 这位女子应该是一品告命夫人 一位一品五官的妻子 可是呢 既然拥有如此显赫的身份 当地为何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记载呢 终于 人们在她的棺材上发现了问题 你说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棺材 给他们这个处途的棺材 形状不一样 果然 经过对比 我们发现 荡山女士所使用的这个男母棺材 无论从样式上还是颜色上 都与当地的棺材明显不同 应该是地域差别 这个我们这个党地的棺材呢 这个枪都是枪 都是血脂枪 现在这个 这么多年来都是 都是烟熄下来 那么一种兴事 这种兴事呢 明显的不是本地这个造的 那既然棺材它不是本地的 那尸体会不会也是从外地运来的呢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要在一个人死后 将他的尸体运到异地埋葬 关于这一点呢 似乎只有一种可怕 那就是落叶归根 也就是说呀 一个荡山级的女子 可能嫁到了异地 并随她的丈夫呢 再朝为官 因此死后 她希望能落叶归根 回到家乡 至此呢 荡山女士的这个身份 似乎是化身了一个巨号 不过呢 还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那就是 她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一个拥有这般显赫身份的女子 颈部 为什么带着这么一个足以致命的梯形伤口呢 为了找到这个答案 我们找到了中国刑警学院著名的伤口舰警专家 伊伟利 这个死后形成的 而且呢 还是在什么状态下呢 是在皮革样化之后的状态下形成的 什么叫皮革样化呢 就是皮肤啊 完全都干燥变硬了 就是就是像我们 像皮革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形成的事件 应该是 她在这个这个 在原来是有灌目的 是吧 应该是在那种状态下拿出来之后 形成之后呢 报了一段时间之后 她裂开了 什么意思呢 专家是说呀 女尸颈部的伤口 是在开关之后形成的 接着 专家给出了这样的推测 2001年3月 女尸出土的那个下午 一番哄响之后 女尸被气势荒野 谁知 夜幕降临之后 有人又来到了现场 试图寻找最后的宝物 从女尸口唇大张 牙齿残缺不全的状况 我们可以想象 为了寻找她口中 可能含有的宝物 她们先是撬开了尸体的嘴巴 继而又割开了她的口感 这样的结论呢 让我们恶然 甚至比女子是被人残忍杀害的 更加让人难以接受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知道 咱们中国的有句老话 叫做死者为大 何况盗宝贼毁坏的 是一句完全可以和 长沙马王堆心追夫人 相媲美的百年女士 而这样一来呢 女子真正的死因 又陷入了僵局 直到今天呢 专家们也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也许 这更增加了荡山女士的魅力 正如她的美貌一样 必将吸引更多的人 来关注她 研究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